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几乎各大媒体的头版 头都是这个了 745天他终于直接面对媒体提问 但是大家就要讲了 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一个头版的状态 因为其实在民主国家 领导人接受媒体提问 不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吗 现在台湾却是看到之后说 总统出来回问提问题了 其实总统昨天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大家就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他一开始在做那个简报 跟后面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 感觉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讲前面的简报的时候 非常的流利 后面的问他的时候就发现 怎么好像一直有出现 所谓的发语词 然后后来大家就在讲了 说可是总统这个时候 一直会不会是因为 比较少开记者会 新加坡的媒体 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总统当时的回复 你未来会有更多 除了国防以外的更多的记者会吗 谢谢 常常看到我们提到 那确实知道我们这段时间 我问答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这个可能是因为在疫情的出息 我们把以前我们所做的计划 因为太多人一起在一起 这个疫情的往后 确实在回答 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宣传的方式 是受过问题的 不是今天晚上就没有机会问 所以问着急 那 我们太太棒了 我会想起来 你们不是想问问题 还要回答问题 还要解答问题 那我总是要好好做好功课 才能解答你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直接做功课 那 所以 这个 可是我常常对的人是讲话 所以 我应该是一个常常 对着公众讲话的总统 只是被击瑞到 我们的媒体朋友 来问问题 好 总统说你们好像 就是只想要问我问题 可是我总是要有一点时间 做功课才能回答问题 但说实话 其实媒体的提问 提问总统 通常都是一个 希望总统不是要细部的答案 而是一个大方向 或者是你的态度的问题 这跟做功课有什么关系 还是说总统真的 对于现在很多的时事 不是这么样的了解呢 他也提到了 你们其实 我常面对媒体 不要担心以后 没有记者会可以问 但是很多媒体记者 私下在讲 是因为先前真的 745天了 大家只能这样问问题 宗盛超商店员背信 我们怎么会对家屠哥 有人去迷迷发文太慢了 市总统会考虑来新北市查疫情吗 某友一直在喊话 他也很说 好 那個時候我們只能夠用喊的 終於讓我們拿到麥克風 可以直接問他問題 昨天就有人問他 林志堅論文抄襲的問題 你當時全黨挺志堅 現在是不是要發表歉意 他怎麼說的 他說其實相關的人 已經在進行有的是訴訟 有的是救濟或者是訴願 我們就讓這一些程序 來替整個社會解答這個問題 大家就要問 你先前是用這個總統之資 之尊來講什麼 說要一起大聲的跟大家講 林志堅沒有抄襲 還說只要看過的都相信他沒抄襲 那現在他的碩士學位已經被撤銷了 那怎麼大家在問到你這件事的時候 你還是在講訴願跟救濟的問題 是活在林志堅的清白宇宙之中嗎 還是在一個平行宇宙呢 另一件事情其實昨天也很多人提到了 就是有關於郭台銘提BNT 說四人小組啊 這個熊木為官等等的問題 總統如何回應呢 現在呢總統講法是 他的立場跟陳時中 還有王必勝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的疫苗採購呢 還有講了專業的 交給專業團隊來評估 那現在是怎樣 全部又都回到了指揮中心 總統您的態度 這攸關於國民生死健康等等的議題 您的態度又是什麼 難道說一下都不行嗎 尤英龍昨天就講了 其實在這場記者會當中 蔡英文想告訴我們什麼呢 是不是傳達是一個清楚的訊息 就是他還是總統 他還是老大 還是沒有被打保 沒有掰咖 沒有跛腳 到目前認錯 是不是對於蔡英文來說 依舊不是一個選項呢 有要真心想要檢討嗎 其實昨天他出來開記者會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公布 兵役延長這麼一件事 四年四個月變成一年 好 國防部馬上發了一張梗圖 說五分鐘待你來了解 異物異為什麼要延長 好 這當中 上面這一塊大方框 我們把它給放大出來 他講什麼 他講說現在就是因為 威權主義擴張 全球拉警報 你看看大陸一帶一路的滲透 軍力威懾 然後中俄東方軍事演習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等等等 大家就想問了 如果你想要講的是兩岸關係 台海兵凶戰危 到底中俄東方軍事演習 一帶一路的滲透 跟我們直接的關係是什麼呢 還是說你這個兩岸關係 現在已經變成了你的一個 在做文章這麼樣的一個說法呢 而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要告訴我們 其實年輕人不要害怕 只要我們夠強就不會變戰場 年輕人就不用上戰場 美英法俄裔 還有同盟國對岸的是 對上的是德奧地利 還有這個鄂圖曼土耳其 這些哪裡不是強國 二次大戰一樣 英蘇 美蘇英州 還有這個當時在亞洲的日本 哪一個不是強國 國家強跟戰爭必然關係是什麼呢 也許總統這個學法律 律史沒有那麼好 但是回過頭來 這件事情已經寫入歷史了 請教強哥745天 終於面對媒體提問 這一件事情 我們很多國家 習以為常 是正常 是日常 在台灣變成頭版 蜻蜓點水與我何干 這是我看蔡英文總統 這個氣死我記者會 745天後開了氣死我記者會 我的第一個感覺 你看到 他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 恩恩阿阿不知所云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講台灣夠強 青年就不必上戰場 我請問觀眾朋友 烏克蘭的軍事 將領軍隊強不強 強啊 有沒有上戰場 上戰場 所以大家對今天 民進黨為了讓台灣 兵役延長 有各種討論 台灣講兵役延長不延長 公共政策論題各有利弊 但是兵役延長 它只是一個結果 但兵役為什麼會進到 要討論延長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回到上位的兩岸關係 那請問蔡英文總統 他有告訴大家 在主政之下 兩岸關係 從八年前的所謂的 和平相處 到現在 幾乎快要走到所謂的 兵凶戰危 孰令自知 就是蔡英文造成的 那今天我們來看說 總統 說真的745天 不用面對媒體 真的是笑話一場 全世界民主國家 沒有一個總統 可以有超過兩年的時間 745天 不用面對媒體 所以在網路上 大家在笑說 你是在開一個 氣死我記者會嗎 就是還真的挑一個 745天出來開記者會 你倒是要氣死誰 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 我以前在當 馬英九總統的發言人 跟總統副秘書長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當副秘書長的時候 陪馬總統出席一場記者會 記者朋友那天問題 每次記者朋友 都問題就非常多 而且超級尖銳 超級難打 他一個答一個答一個 答了七八個問題之後 結果後來 因為他後面行程 有個行程到了 我們的發言人就走到前面 提醒總統說 後面行程到了 可能記者會 時間要控制一下 被民進黨罵翻了 說你這不尊重媒體 你想要回避問題 已經問七八個問題 你說他還是罵他 他要回避問題 那我就要講各位 蔡英文總統是一個問題 都不給你問 你今天隔了七百四十五天 是每個大家一直在說 你今天誰引總統躲到哪裡去 他不甘不願 勉為其難 蜻蜓點水 才開了這個氣死我記者會 那請問你以前民進黨是什麼標準 在看一個總統今天 對國政負責的一個公開透明的態度 你是用什麼標準來檢驗的 我就是在總統府看著你民進黨 怎麼檢驗馬英九總統的公開透明 跟回應媒體啊 但是今天你們有用同樣的標準去看蔡英文嗎 你根本不要講好不能讓你開個記者會 記者開始問問題了 你反正回答問題不知所云啊 你今天講說回答到兵役延長問題 臺灣夠強 剛剛前面圖表也講的 世界大戰開打的幾個強國不夠強啊 比臺灣弱嗎 那你強弱跟你戰爭發生機率 不是直接相等的嘛 你根本上就是你的兩岸國防 外交的整個整體政策 你並沒有辦法去讓臺灣 能夠像在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我們至少找到一個可溝通可相處 不代表沒有對抗 不代表今天大陸對臺灣 沒有打壓喔 你打壓臺灣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嚴厲的譴責 一樣是強烈的反對 有理有截對不對 有抗也要有和啊 那回到今天回到兵役的延長 兵役延長不是不需要代價 你現在你自己去看嘛 現在高中生的父母親怎麼想 就很多的擔心了 是 好 請教輝文哥 因為昨天號稱問到寶 確實昨天都沒有檔 都有讓大家問 可問題來了 當大家問出問題的時候 想知道的是我們真的有得到答案嗎 馬善就被人騎 所以以後不要再這麼老實了 當年韓國瑜在選總統的時候 我也一再的喊話 請韓市長不要再接受媒體的獨賣 但是也沒什麼用 所以如果蔡總統照 這個很遺憾是新加坡的 記者問的問題 如果蔡總統再繼續多開一些 這種記者會 民進黨很快就下架了 好 就多開一點 這個很遺憾蔡總統 是用這種實問虛打的方式 其實有些媒體記者問的問題 都問到未了 但是蔡總統他就是耍賴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這個 差別在哪裡 就是2018敗選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說 蔡總統他有連任的壓力 所以他比較乖 他向那個上架之選 他去開那個回廊談話 他會固定的跟平 因為他那時候是他的 總統連任的保衛戰 那個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次2022敗選 他覺得無所謂 蔡總統昨天的有很難過嗎 他有什麼 沒有 所以你看蔡總統他問他這問題 這是我昨天覺得 整個一個小時QA記者會面 問的最好的問題問這個 蔡總統你是否還相信 林志堅的論文沒有抄襲 你是否該向學術界道歉 蔡總統的回答是什麼 什麼救濟與書院 替社會解答這個問題 這個救濟與書院 跟我有什麼關係 蔡總統提名林志堅的是誰 沒收初選的是誰 蝦挺林志堅的是誰 是你 就蔡總統他就說我不道歉 對不對 我不認錯 不然你要怎樣 蔡總統昨天他就是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而且回答得非常的短暫 就是救濟書院什麼的 蔡總統你講的是廢話 如果我在現場 如果我有機會跟蔡總統 問的是你不是救濟書院的 那些事後的程序 而是當初你在整個民進黨體力裡面 你傷害的不是林志堅一個人的退選 不是民進黨的一個地方選舉的敗選 而是你身為總統 而且那時候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你盲目的去相信林志堅的論文 然後還要去站台大 還說怎麼大家一起幫林志堅的這個論文 什麼背書什麼的 弄到連王世堅跟高嘉瑜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你帶領整個民進黨 因為蔡總統你不是 不是要跟我們道歉 學術的倫理 你自己還台大畢業的 你還沒講這個 蔡總統他昨天的這個 其實我也 主持人我的結論說 我也不是很壓力 因為蔡總統他沒有連任壓力的 他就辭掉黨主席的 不然是怎樣 我就還有一年多的 我是總統 你就要道歉這個問題 我就試兩波親 觀眾朋友你可以注意到 昨天蔡總統 他桌上有一本小抄 雖然他沒有讀稿機 我認為林志堅的這個論文 應該是在蔡總統 昨天模擬的題庫裡面 所以當友台的記者一問之後 他馬上就回答 有在救濟 有在申訴什麼的 就用這個來去社會解答問題 蔡總統你迴避了 這件事情即便你卸任了 他還是會跟著蔡英文一輩子的 是 好 當時蔡總統 是怎麼樣告訴我們的 其實現在很多事情 我們要問的不是真正的程序 不是細節 而是您蔡英文總統 您的態度 好 不過民進黨態度拿出來了 在今天下午的中創會過後 他們說檢討報告出爐了 那這一次來做檢討報告的 這個召集人鄭文燦 他說了 直指林志堅論文案 為止血失信於民 他說政權幻象也同樣有影響到年輕族群 對於民進黨的信任 再一次的 他在裡頭 侯子哥沒有提到道歉 沒有提到說這件事情好像錯了 可是他講的是什麼 是沒有即時的止血 所以為失信於民 就是不是我抄襲錯 是我後面處理不好 講白的是這樣 他們講的是這樣 蔡英文講的是什麼 你先來講 就是你很難講一下一個民主國家700多天 但他不是沒有開記者會而已 是你問問題 他說就是剛剛喊的都沒有回應 他完全不回答任何問題 一個民主國家要跟領導人問問題 居然變成一個苛求 這是一個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還跟你講說 你要讓我有時間做功課 我想請問一下 你如果平常沒有做功課 你的政策到底怎麼出來的 你每一個政策不用研究 那你的政策到底怎麼出來的 都天上掉下來做夢夢到的嗎 對不對 你說這麼久的時間 您之間的事情什麼時候發生的 8月9號撤銷的論文 你到了昨天的時候 你給我的答案還是一樣 你還是沒答案 我說你做了四個月的功課 你還是沒答案對不對 好 再來講 你疫苗的問題 朽木為關這個事情好了 防疫到現在兩年多了 好 擋疫苗擋多久了 你到了這麼久 你還是沒有答案 你講的還是等於沒講 而且你說有問到保 哪有問到保 我問你 陳明通的問題昨天也沒有人問 對不對 民進黨黑金的問題也沒人問 指揮中心變成第二個進辦 整個跑到陳時中那邊去 把防疫丟用下來去幫他輔選 也沒有人問 光電88會館的事情也沒有人問 這麼多問題 民眾就是想要知道你態度 問題其實我覺得 慧如你講的 就是同業其實還是非常非常客氣 很多東西該問的根本就沒有問 你說現在700多天 大家說他還好一直講說 你們不是想我是想要問問題 700多天問不到 你跟我講說還會有下一次 民國哪一年會有下一次 再下一次你都卸任了 對不對 其實就是這樣子 其實正常來講 你說總統一般正常來講 過年新年 新年或者說年中 開記者會天經地義 對不對 我只要把過去一整年 我的成果 施政成果跟大家報告 這以往每個總統都是這樣做 只有他不是 而且就是剛剛輝文講的 以前的狀況 你知道上一次輸的時候 講回答很難話 他會出來說我應該要跟溝通 他這一次出來的態度 還是很高 我通通沒有錯 他的態度跟以往完全不同 好 所以我們就想知道的是 到底他昨天出來看這場記者會 希望說有什麼問題 你們都可以問 但是當提出非常確切 很精準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能夠得到答案嗎 還是總統其實他現在都說 這個東西基本上 已經有在進行了 在程序當中了 態度在哪裡 先進廣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